第13届的台北新艺术展览会 今年以平行世界为主题策展 汇集了52国339位艺术家同台经验 共展出近3000件优秀作品 展会有10大展区 从传统到现代 从具象到抽象 其中更包含了现在最夯的AI生成艺术作品 也是今年策展的重头戏 这个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主流 因为毕竟AI能够呈现出很多艺术的 一个呈现是艺术家本身 不一定他自己能够做到 那既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可以更达到艺术家想要呈现出来的方式 AI的那个世界网络世界里面 被浮泛了出来的 那是那个世界里面呈现出来的 加上每一个艺术家本身自己内心里面的 对于这个呈现出来的感受是什么 把它融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网络的世界跟我们现实的物理世界 结合为一 那是一个平行世界 我们这是一个物质物理上面的世界 两者是可以互通的 透过了音乐 透过了艺术上面 两者之间是可合为一的 为了让民众能够近距离欣赏AI艺术 主办单位邀请几位台湾美女艺术家参展 透过艺术家给予各项关键指令 由AI生成的艺术作品 呈现出的视觉感受令人相当惊艳 但是我们不是只有冷冰冰的就是让AI自帮你创作 它是一个工具 我们想要我们等于说是用我们自己的创意去呈现出我们想要传达的东西 这样子 你一千张图出来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四十几张作为你这次创作的主题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图腾的绘画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艺术 所以用AI创作我觉得是最能体现当代艺术的一种创作方式 在这个当下 人家常说不忘初心 我就想到我当初刚踏进这个艺术领域的时候 创作了两个系列的摄影作品 那我把它带来我的第一次AI的世界里 主办单位表示 今年聚焦在AI艺术为核心主轴 展场的精神主题区则是用爱丽丝梦游先进童话元素为题材 透过精致吸睛的装置以及经典角色的演绎 让民众一进场即置身在艺术和科技公谱的奇幻国度里 记者是徐超雄特别报道